柯文哲成了被告 蓝绿两党的政治人物都发表了相关看法 新别市长侯友宜表示 让司法来厘清真相 但对于前中广董事长赵绍康日前嘲讽 早就知道 承诺给柯文哲所有补助款 过许就会蓝白盒 侯友宜则笑说 那一也已经翻过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帅领所有党公职 神神一鞠躬 秘长主席柯文哲才宣布要请假三个月自行调查 没想到阿伯真的出事了 间调直接找上门 最感叹的或许是曾经有望蓝白盒的侯友宜 那一夜已经翻过去了 已经很久了 但但说出已经是过去式了 毕竟曾经沧海南为水 但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被带回征讯 该不该挺柯 蓝营内部一见分歧 有人认为这时不该落井下市 但也有部分声音觉得再搞蓝白盒就会粉射碎骨 黄珊珊 这个罪魁祸首到现在把柯文哲主席害惨 自己还在位置上不请辞立法委员 我其实很担心 因为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在野的力量 还是希望蓝白在立法院针对人事审查权 针对民生法案能够有所合作 也对国民党的委员来喊话 民进党也都非常乐意跟国民党合作 如果国民党对于跟民众党合作有所存疑 只要议题正当符合人民需求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跟国民党扩大合作 也是我们的选项 中央的想法是不想趁这个时候 也把那个参与角也把白银打到谷底 国民党现在选择先观望 强调希望司法基于事实进行调查 避免政治力介入操作 或许是怕车火烧到自己身上 毕竟国民党议员也牵涉其中 就怕风暴越滚越大 一发不可收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